我想問一下這裡有四個象 究竟哪個星象或是哪個星座 是特別大洗的 確實有兩個星象是特別大洗的 而這兩個星象就是… 風雄… 還是這邊 六個月有五個咬了 我們比肚子的成績吸引 大洗… 大洗的故事,你有分享嗎 因為你也有份的 其實我真是大洗 想當年我是一個非常毒的人 喜歡玩遊戲的那種毒 中學、小學時 在玩網上遊戲,人物養成 到幾年前,遊戲推出了手機遊戲 當時我做物業管理 一個月賺兩萬元 有能力去課金 那天出事了 出了一款我以前童年回憶 最喜歡的頭飾 按下去,800元一匹 按下去就抽不中 頂你的肺金,按下去也有五匹 也不中 然後開始有白羊的衝動 我慢慢按,按到抽到為止 最後的使用卡是二萬元 即是剛好成分兩萬元 我整個月都沒有了 幾個月後,我跟女朋友旅行 去東京,我花了一萬八元 我還未跟她說這件事 兩萬元也是少數 我上次的兩萬元真的很少 她說一天花了兩萬元 我試過一天花了十萬元 在一款遊戲中 我都說她有問題 但這個要100萬元 我只有兩萬元月薪 你才可以這樣 我整個月原料 我用上一個月的兩萬元 我跟她說有好事 又是為了追裝備、追排名 你又不捨得掉下去 然後就不斷追… 你沒有安全感 我最後那個遊戲 不只花了那麼少錢 加起來也有四、五十元 我想知道你們這份投資的後續 去了哪裡 之後沒有玩,我打算上網賣 我打算賣到一萬元 然後被人押價押至1500元 到了當日地鐵站交收後 她再押300元 我就直接不斷展示 我這樣踐踏了我的尊嚴 我便送給我的朋友 我明白這份 火象會比較偏大小 經過非正式的統計 很多時候空姐、空燒 都是火象星座 對… 你覺得空姐嗎 很厲害 為甚麼?很多時候空姐 就是我賺了一份錢 然後去旅行再用它 然後再倒資 火象的大小就是去旅行 一元也不用剩 不洗剩好像不太容易 對,例如去旅行時 他們會唱了一筆錢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 好像去了歡樂世界 唱了代幣 然後他們就覺得 他們總之就完成了 到最後那一刻 剩下的十多元要做甚麼 去汽水機買一罐汽水機 很英文 要不然也要買一包糖 真的要買一包糖 即是覺得我喜歡吃一毛錢 鑽進去慈善箱裡 這樣就對了… 千萬不要把廢物放進去 那為甚麼風象 究竟你有多擺加 落極忘形都落極生肥 有多少個零的距離 我按到抽到為止 最後的我使用卡是二萬元 即是剛好成份嗎 我沒有整個月糧 一天用了十萬元 在一款遊戲中 我都說他有問題 你到底是否… 朱棋樂園裡的粉紅色氫氣球 全部都買下來 然後到城堡那裡 計算時間 其實剛好就點燈,放煙花 對部入座 今晚11時,ViuTV